今天要介绍的作品 是我个人最期待可以改编成为动画的轻小说 而主打恋爱题材的他标题就叫做《被嫌女有虑了的我》 被小恶魔后被缠上了 作者为于公佑 插话由一入负责 我想大家也不用太在意标题了 近年日本轻小说很多都是这种又长又奇怪的名字 本作讲述了一个正在上大学的男主与赖川优太和好几个女孩彼此爱恨纠缠的故事 而且这个主角开头就是个人生胜利组 因为他有人人争献的女朋友呢 可是人常说幸福来得快也去得快 本来和女友李奈约好交往周年要一起过 结果偶然撞见他与另外一个男人牵手逛街 就这样优太在未得到解释的情况下提出了分手 于是呢 女友就变前女友了 心情真是有够欲足 心灰意冷的优太接下来就想到了大部分男人在失恋之后都会做的事情 那就是去借酒消愁 于是优太就叫上了自己的死党想吐苦水 然而另一个惊喜来了 这位死党居然不是什么路人甲或跑龙套的角色 而是一位秀色可参的大美女呢 在一位美人相陪与安慰下 优太终于在一番酒醉后重新振作了起来 说实话同学你身边有个这么漂亮且身材超好的死党 而且还是那种从小玩到大的那种 你还出去找什么女朋友啊 自己周遭明明就有好对象耶 和其他的单身狗抢私园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安慰 接着呢 优太君在下着雪的圣诞节 偶遇了穿着圣诞服的美少女 这位美少女不光是和优太在此结缘 经过一番交谈之后 优太发现这个女孩居然还和自己念同一间大学 你说这又突然杀出来一个学妹来 这乃圆真有看起来相当可爱与天真 感觉似乎只是个想找学长一起玩耍的后辈而已 但大家都知道经小说的套路怎会如此简单呢 在他纯情天真的外表下 藏着的却是一颗如同小恶魔一般的心灵 而解真由似乎对优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很快就自来熟地和学长成为好朋友 没事就会闯进对方家中捉弄他 加上做饭和家务一把照 那简直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这样的学妹请给我也来一个好吗 于是预料中的修罗场就这么开始了 前面也提过了优太有个随靠随到的死党才华 失恋找他诉苦 两人还一起逛街一起吃饭 从高中开始 同学们就常常误会两人是情侣关系 只是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有更进一步 现在他明明有机会了 怎知又杀出一个学妹当成咬精 在优太的家中发现了他的存在不说 那时对方还正打算要留宿呢 尽管优太被人戴了绿帽 没想到却展开了无比幸福的修罗场大学生活 两男选择在前女友的回归下 变得更加复杂 正当优太君开始烦恼 到底是选择成文冷静的黑长直死党 还是可爱却又有些腹黑的短髮学妹时 前女友突然回归了战局 原来之前的一切很有可能是个天大的误会 但当初他为什么同意分手而不加解释呢 现在喜欢优太的人越多 感觉他就变得越抢手 从三人行必由我七变成了四人行 我要受不了的局面啊 局面